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錢, 老闆娘 汽水八塊, 錢得人找錢 自己拿來朱古力當無數吧 老婆, 十塊又汽水又朱古力 你錢五塊 你們十十歲了 我和你家人打一個小時麻雀 比開一日號好 還有, 老婆和三姑娘 你倆無緣無故多出兩個月的水果金 小子, 你帶錢來輸了沒有? 還好, 你有本事 輸了給你, 無所謂 你說什麼? 我說, 老婆, 小心點打 你對街頭快吃虎了 他老人癡外, 不會吃虎 阿胖, 九張 你貼他還沒貼, 你看, 他碰你三萬 你打萬指也不打索紙給我 小老婆, 你藏了這麼多索紙 叫很多票吧 下次打索紙, 要想清楚了 阿嬌仔, 你那塊玉好運 而且我們今年這麼糟糕 很粗, 現在很少年輕人帶的 你知道嗎?這塊玉 我是爺圖五億探獎雷樂打牌 贏回來的, 家傳之寶 一萬元, 四伯 你差兩隻牌也不會做完 你真是老人癡外 有五不吃嗎?最大惡極的, 知道嗎? 幸好是打索索, 不用我付錢 不過我這塊牌真的不值得 清一色, 是索紙, 吃出十番 你下一店就吃蔥給我, 好嗎? 好, 不過…輸了, 沒辦法 沒錢不跟你玩 沒錢算我回去炒孫 是… 我師父教你, 小島養妻活兒 大島創業興家 這樣吧, 拿著家傳之寶給你們賭 話說回來, 我免得被人說我 好, 騙過癡的, 騙過龍的 小老婆, 我跟你對賭吧, 一對一 我沒有這個名貴的賭本 你有的 你有這支珍藏的陳年茅台 我們二人麻將, 一局贏 不行 不行, 那支酒是我老功能給兒子的 怕什麼?他正式魚腩 怕什麼鬼會跟他敦? 賭就賭吧 你今天這麼黑, 我會贏你 快點吧 第一支也想這麼久, 很漂亮嗎? 算了, 不想了 不是吧? 挺好 大四喜傳番子還沒幫你計算 就這樣吧 好… 不要… 你這個肉排還沒拿 送給你 好, 拍 怎麼這麼化學? 怎麼這麼化學的? 有多嗎? 我的脊椎很痛 脊椎很痛? 不要緊, 先下來, 先躺下 幫你拉一下 要不要好一點 好 好, 讓你打散我吧 山子哥, 怎麼?今天心情這麼好? 謝謝我介紹你的兩隻股票 不用客氣 你知道我們這些 每天都看著廣尾兩隻股票 後股票嗎? 後股票呢? 不好意思, 山子哥 有電話進來 下次再跟你吹 怎麼說? 你最近只顧著煮韓劇 就忘了叫我開工嗎? 你只顧著那個送送機, 寶寶就行了 好課 Kater哥, Robert哥 陈水摸, 不駛了嗎? 駛了, 連我自己也害怕 雖然, 看一下 好, 阿姨 兩件貨, 二百, 謝謝 是, 看你賺的 水脈, 真是八足這麼多雜貨 我們那個車子像直升機一樣 旺哥哥, 兩人只需十分鐘 香港人, 懂路的 車子隨時發個直升機, 你聽聽 謝謝, 找我找我 好, 好, 小心… 水脈, 水脈 鑽點木板 在這裡, 不好意思, 借了來用一用 我還特地找紙皮幫你包著它 包補就不會弄花 你真有辦法, 這些錢值得你賺的 謝謝… 好, 別客氣 多點叫我 好, 謝謝 水脈 說話 碼頭懷孕, 趁機內到 藍田蛇佬要等多久? 牛頭骨帶個槍快馬 馬頭懷十分, 牛頭骨十五分 藍田二十分, 飛到來 這輛車去觀塘, 又沒有車? 我駛了十幾次了, 還是沒有 你怎麼搞的? 美女, 是不是去觀塘? 八十元, 二十分鐘左右 這是貨車子, 穿得客嗎? 那你有行李嘛 來吧, 來 看頭…慢慢… 小心 是 藍田那單幫我不能贏分 一百六十元, 今天爛鬼杯碟 足夠多水?搶什麼? 四百八十元, 減一百二十 減一百六十 八十? 今天還有很多東西還沒買 小姐, 不用計算了 如果你看得正確, 告訴我 我便宜點買給你 便宜多少? 先給我這套, 標價一百六十元 我八四元賣給你 八十 你姓什麼? 你這套爛鬼杯碟一百六十 你姓湯的? 小姐, 你這麼串嘴 不如你選港姐, 買不買吧 就算我真的選港姐 也因為我漂亮 不是串嘴 你是人很漂亮 不過你要知道 我這杯碟不是頑皮的 他是意大利很出名的設計師 那個什麼東西? Richard做出來的 增加是一千二百元 我現在這套也是第一手的 我按下的價格已經是價便宜 價錢賣給你 你再按下的價格就變成戰中大賤 知道嗎? 你說什麼戰中賤? 我說這套怎麼這樣也不行? 我覺得你好像在說我 你覺得嗎? 就算我真的說你, 你就奈我什麼河 你知道什麼叫語言暴力和性別歧視嗎? 不知道 你這個臭婆娘, 你真是… 你說得很對 我已經錄你的音了 你喜歡就不便宜, 但我喜歡可以報警 你這個八… 來…你再說吧 不是, 我知道你想八十元賣, 是不是? 好, 我八十元賣給你 當我做一件善事 謝謝 你看完給完錢, 你好錢 你先幫我保持, 我進去看其他東西 好, 你好, 你好 老鬼泉 為什麼被人氣得臉都紅了? 又說自己看慣大場面很淡定 看慣大場面也沒用了 現在整個世界都變成了 正所謂濃油淺水 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這傢伙去哪裡找一支這麼聰明的 長記辦館鎮店之寶, 陳年茅台 不是吧, 我找了那個時侯婆 找了他十幾年, 他都不肯賣給我 你… 你放你不是撻回來的嗎? 我用這麼低樁 什麼年代?說這裡的嘛 好東西就帶來了 還是時候說說我最想聽的那件事 給我聽吧 好了, 看你平時都聰明了很多好東西 給我喝, 那我今天就告訴你 賭神大鬧拉斯維加斯四大惡人 上個月說了 上個月有說了嗎? 那就…說馬雷西亞地下董場 我連中都憶你不少 為什麼你不肯說我最想聽 最厲害的那件事我聽的呢? 當年你是賭壇第一可觀嘛 當年賭魔屠城大戰 賭俠向無明的那件世紀大戰 是你派牌的嘛 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只在廟街聽過那些人說的傳聞 究竟你怎麼樣?說來聽聽 這件事真的…可以說得上是… 慢著… 先錄音了, 等等 好, 慢慢說 這件事簡直可以說是驚天地一鬼神 古人二十多三年來的第一得事 當然, 這個賭局完了之後 所有再搶的人都不想再提 而雙方高手的後人 也有放聲出來 不准任何人提 但如果有誰再提起, 就一定要搞誰 所以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個傳承 再沒有人敢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 那到底怎麼樣?你快點說吧 當然, 我很年輕、很英俊 真是風魔萬千的少女 迷倒不少的宗女 真的有些痕跡都沒有留下 是… 麻煩你不要暫然那個病 我說當年我很年輕是說我 後面那幾句是形容向無名的 嚇得我 他們叫我去東南 一個山不管的地方 去到才知道 原來他們擺了一個賭命的生死局 這就是屠城愛好賭魔 有人說他對兒子懂得聽聲 一隻手可以藏起四隻大麻將 雙牙還可以看穿啤牌 總之戰無不勝 不過跟他鬥的人都傾家蕩產 老闆也變乞丐 這就是人稱賭中君子, 胡三成 你老是怎樣?又說賭俠向無名? 你別這麼心急, 你先聽下去吧 胡三成就是賭俠向無名的師兄 他同親人家賭錢, 贏到人家清袋 都會回回三成, 被人搭車搭船 交租吃飯, 從來不會趕盡殺絕 所以江湖常稱他為賭中君子 非常受人家敬重的 是嗎? 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多人賭得贏嗎? 找你去戰無不勝 我不知道, 虛名的事我從來不計較 那你不計較, 用別人計較 如果你輸了這局 在外面很多人等著拿你的名字 送你一支牌子, 看完再說吧 你把我拉到我那裡了 你別拉父老了, 怎麼贏我? 你猜四條二, 能否贏三條傾 要看完底牌才知道 你別忘了, 如果你輸了這局 賭卒天下第一個名字就是我屠城 牌子已經全派了, 輸贏也定了 如果你贏的話, 我願賭服輸 胡三城, 四條二 屠城, 四條傾, 屠城勝 你說贏了, 以後錢就第一就是我了 恭喜你 別走, 我想你給我賭這局 錢你又贏了, 名字你又拿了 你還想賭什麼? 我一輩子都不喜歡放人一馬 你贏了就輪人三成 我贏了就喜歡多人三成 但如果這一局, 你是能夠贏的 天下第一個名字 給你, 錢你拿走 如果你輸了這局 就自己斬下手劑毒 從此退出江湖 勝負已分, 我沒興趣再跟你賭 以後不要再見了 沒走得這麼容易 我從來不讓我手下的派將有機會報仇 Depo, 你不賭也要賭? 我胡三城這輩子 沒有人可以逼我做不喜歡做的事 明明 我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 你走吧 我會把你們兩個徒弟丟到外園潭廢國 你很卑鄙 泰哥, 你今天是主持 他這樣做, 為什麼你不管? 我是管賭局公平與不公平 賭局外的事是你們私人恩怨 你不要難為那兩個年輕人 要搞的, 就搞我 搞的當然搞你 很簡單, 你放下手就行了 這位賭俠向無名了吧 走出來這麼瘋子, 除了他還有誰? 師兄 師弟 師弟 這傢伙搞你就是搞我 還有, 你不要再記住師父教我們 他的仁兄賜 這傢伙打他又殘忍, 不打他又難忍 讓我來 你就是打牌又摸, 打牌又摸那個徒聖 楊無名 你師兄、豪英天, 別人都輸給我了 你有什麼資格和我賭? 那你就錯了 我師弟天資高過我 我那天贏天下第一 就因為他走了去拍拖 不過我原來才贏得到 那次我當然不來 因為天下第一是沒有獎金的 尤其是你也知道我對女朋友最緊張 我明白 就是你現在想跟你師兄出面 那就不只賭你的手段 賭下你的命 賭下你的命? 好啊, 我爛命一條 但你輸了要自殺 那你有本事就來了 本事? 師父, 這樣算不算有本事? 難道你想死, 我就不讓你死 就到這段 下牌 你這樣排不下你, 除非你是童花筍 不然你就輸了 家蓮和洪心煙在我手上 除非你的底牌是洪心綠 不然你就輸了 怎麼會這樣? 向洪明和花筍, 贏 向洪明, 你先出路 泰哥, 你看著我, 我有沒有出路? 沒有, 你竟然幫他 當然了 你給了一百萬, 泰哥 就叫泰哥做些不道義的事 我今天跟他說 如果他正正經經去做 我把台面的錢給他 向洪明, 你以為你真是人兇嗎? 拔槍, 你看後面 媽…救我們, 救人大寶 你竟然連我的兒子和孫子都捉過來了 我只是向你學習 我不只捉他們倆 我還請你全家上下在我那裡服侍我 等待你也容不着了 向洪明 向洪明 道成 希望你願意服輸 死得尊嚴一點 不要讓江湖省的事少來 是很和美 我死也會破壞 謝謝師叔 師弟,師父的忍治掌門交給你 師,千萬不要,你還是繼續師父留給你的位置 然後呢? 然後什麼? 然後向無名去了哪裡? 我又不是向無名,我怎麼知道會去哪裡? 走 其實這裡,那個島國結束了之後 他們突然間人間蒸發 沒有人再提到他的下落 久而久之,變成了一個傳說 也沒有人敢自認去天下第一 那倒個其他人去哪裡? 其他人叫你請聽電話 電話閃了很多次 糟了,師父奪命追封電話 十幾個短信,我要走了 那你快去吧 不是,其他人呢?去了哪裡? 師父叫你就馬上走 不然有事起來,他就進入我的數字 你回去問他吧 我師父知道嗎? 知道 他知道的 別說我說 姐姐,你還沒走?你捧著觀音幹嘛? 我看你劈在後巷,我就拿回去供奉 什麼劈?我收回來賣的 你收回來又不供奉,你收回來幹什麼? 都說收回來賣的 你什麼時候有聽過人家馬二守菩薩? 從生意的角度來看 你把不要的東西放在街上 就是非白佔有土地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你拿了觀音回來,但是不供奉 你想去保佑你也挺難的 你什麼時候學得這麼八卦? 這些不是叫八卦 這些是誠心和尊重 好…你誠心和尊重 如果你喜歡,你把觀音還給我 我不用收錢了 謝謝你 行了…不用多謝了 我也要付這個錢,我準備好了 十元,再數一次 幫我包好看,送給別人的 師大師叔,你好好,跟師父學習 師父,我回來了 是嗎?那小子呢? 他去了買東西,接著就回來了 你說我會交電費? 其實是… 應該是先去便利店買東西 順便交還點費 塞車嗎? 等幾秒算了,算了我塞車 只是塞車? 那當然還要買東西和交電費 看得出… 一定去便利店買東西 是呀 還有贈飲,茅台 很連份,這麼大的味道 這個臭小子 益老鬼泉也不益師父 你真是… 那不是 老鬼泉跟我說很多賭俠向無明的東西 你知道,我是他的品師 老鬼泉說的信到十足 師父說的就當是耳邊峰 懂得看中文,那裡的字叫蓄梅 師父,別勞氣 先喝一口茶 喝一口茶,師父,是 其實當年屠城和向無明的一場 賭局大戰 你在現場吧 老鬼泉說話,信一成你也會死 當然是被人騙著茅台 師父,這麼急叫我們回來,什麼事? 我叫你們回來 就因為我們準備的那件事差不多 如果真的可以順利完成 你們每個人可以選一隻腳 打批他,都可以過世 老鬼泉,哥哥,我們要做什麼? 找神算寺,拿一件事 師小姐 阿姨 老爺交代樂,請你飯廳等他 謝謝 飛… 走… 走… 幹什麼… 快進來,快進來,快進來,快進來 快進來,快進來 快進來,快進來,快進來 你別過來,快進來,快進來,快進來 別鬥… 女人不能鬥,鬥得不老禮 乖乖,別鬥 搞什麼?這麼大壇 無緣無故又打擾擾臺 什麼打擾臺,這個叫結界 結界? 我用了幾百萬,找個印度大師來替我交 他叫我站在裡面 金雞獨立,大盤錢 才可以吹吉利胸 聰明神,吸收多點靈氣 頭腦清醒很多 你找幾百萬去找人綁住自己 然後說自己頭腦清醒很多? 小姐 這塊紅色的東西也是那個印度人 叫你弄的 這個,更大件事 通勝說今天屬馬的大胸 你不是屬馬? 每個人都叫我馬王馬王 今天是新子日,新子晨三峽水焗 黑南方火 所以我就要躲在裡面避兇 那我以後應該叫你做宗叔 還是馬王呢? 叔叔的聲音好像不太老禮 叫我馬王呢?Hors King? 以後包你老禮,有好東西 我求了一個觀音給你 我找了幾個大師開光 灑了聖水 包你以後順風順水 太漂亮了 但不知道他能否真的幫到我 其實幹什麼? 問了你幾次,你都說沒事 是不是有事? 這張是我最近求到的籤 《留恥本妃的勞錯,落鳳波下馬前死》 那是為什麼? 他暗示我會因…因為這隻馬害死我 你就是歡笑之聲? 好,怎麼會?他連續四屆幫你拿到馬王杯 旺你旺得爆了 那個神算子從來都沒有算錯命 他說這支籤,他說馬贏死死 那就是說暗示我 如果這次我那隻馬又跑出了 做了落馬王杯的話,我就… 死定了 神算子說今天過了新時 他會替我想到破戒之法 那你還不快打給他? 不夠誠意 叫司機載你去吧 今天不理我出門的 如果我出門的話,我會… 那怎麼辦? 我想你代表我去替我問神算子破戒之法 我只是你的財務顧問 拜神不是我強項的 幫幫我,叩叩你 謝謝你 你們在哪裡? 就跟你說了在忠叔樓下等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過來試試看 那裡? 小北,又再當入愛河了 我當然跟著你,看看這傢伙有什麼材料 現在的愛情騙子技巧越來越高 是你的師妹,自信越來越低 我們交換電話 我給你一個電話 我叫小北 小北,你好 那你呢? 你又在這裡探討人家的資料嗎? 是呀,我剛才已經探討了她的手機 待會如果她再加入小北 我探討了她的信用卡 搞定 小北,搞定了,撕掉 行了 真的很可愛 給我 小北,你穿成這樣還不走? 你幹嘛穿成這樣? 你看看你 打大個胸口,一街貨嗎? 人家要參加角色表演派對嘛 角色表演? 不可以假裝冷靜的,再不就假裝靜儀 小魂不行,是要穿成這樣,你看看你 肌肉酸 燈又不熟 你知道上個月免費多少錢嗎? 肌肉酸,原來是玉圓飯王 你看看 欠了三十多萬卡的數字 不是吧? 還要每個月有不同的女生替她還 你看看 我先看電話簿 九成都是女生電話 相簿更壞,有床照 你看看 對呀,怎麼搞的? 還要叫做冠希 她跟我說是有錢人 我看她是開跑車的 有錢人? 小車房,看那一刻的車來追求女生 沒見過嗎? 但她很浪漫 她帶我去人生第一次的海邊燭光晚餐 燭光晚餐? 之後做過什麼? 沒有…我說我趕著回家,就先走了 我跟你說了多少次? 燭光晚餐,女人吃的 就是點著蠟燭之後的晚餐 男人吃的就是燭光晚餐的正餐 你的袋子怎麼這麼重? 想要什麼? 買給她的 我有份嗎? 我… Visioneric的餐具有一千多元 一千多元? C小冬,你不是每天花兩百元嗎? 看回來嗎? 我有辦法,總之今天沒有超標 只是花了兩塊錢而已 謝謝小冬 別說那麼多了 好,鍾叔就給一個叫神算寺的人 客戶門口也不敢出 我們去售客菜餐廳 我們做什麼看法? 當然要有霸氣,大多人那樣 換衣服吧 很渴,倒杯水來喝吧? 你倒吧 走吧 客人請留步 好 好 屬雞、屬狗、屬羊、屬豬 請用左腳入門 屬龍、屬馬、屬喉、屬虎 請用右腳入門 其餘、屬雙 請先叩手,再入門 小冬,小冬,這裡很先進 二維碼、球籤、電腦戒籤、電子香電子蠟燭 她們不怕天生菩薩嗎? 三位小姐 你們想來求籤作福還是催運? 電腦問米有沒有? 當然有 我們有最新的電腦問米技術 現在還有公開 如果你們同時請兩位私人上來 還有八折 公開,對… 其實我們是代表忠叔來找神算寺 你們先等等 謝謝 現在的人騙人越來越厲害 是現在的人越來越笨 那倒是 撐住 大人說起來,可否斯文一點? 我們車子的警報 不知道哪條後車掛了我們的車 那去找他賠錢 不,快點,我們等一會兒算寺 那怎麼辦? 那你們去吧 快點 蘭桂,一定要叫他賠錢 當然 你怎麼不開車?你開車就不會這樣了 是呀,你平時坐在後座照鏡頭上下網就好 為甚麼會弄成這樣?還要聽聲音? 是呀,就是因為我 剛才是誰說要去街口替我記信的? 剛才是誰說要去哄師傅的? 如果不是這樣,我會用泊車? 你不對,你不對,那現在怎麼樣? 你不是聰明 別吵了,我先做事 好… 多挖人家的車真的不用搞嗎? 要搞,你開的當然是你搞 你在這裡等車主回來賠錢給他 那發發呢,年功包料三千元 你幹什麼?快上車吧 好 我沒有,你不是說要幫你 我沒有鵲子去哪裡的 不是,你真的不可以 我沒有鵲子去哪裡的 如果真是一個人 我沒有鵲子去哪裡的 我沒有鵲子去哪裡的 蕭勢哥,你沒事吧? 時的還不夠了,怎麼弄傷了? 你對女孩斯文怎麼不行? 我罵了她而已 你慢慢拍,我先走 阿嬸,那我賺錢 想走?行呀,陪錢 就算了 光天白日, 大街大河 你不是打算假裝撞到天鮮局 還給我錢吧 是, 你也交氣, 叫兩聲來聽聽 我不是叫你賠錢給我 我叫你賠錢給後面白色的車主 是, 我想你賠了 剛才我們剛巧開車經過 剛巧看到有隻小狗橫過馬路 所以我們就停車, 養一養 看來這隻小狗已經安全地離開了 我們也開車走了, 來… 是 你一掛花了我的車, 所以賠了人 你的車被人掛花了嗎? 你有沒有看清楚? 你過去看看有多少花 你不用借這些洗開我了 我不會走開的 現在證據確鑿 你賠錢, 別用自己走 車鏡頭, 這兩個人這麼像我兩個人 這兩個人簡直是你們 小姐, 其實我們聊了這麼久 也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小筆 小筆, 你好 我告訴你 其實這段影片裡面 裡面那個真的是我們 但其實真的不是我們 是呀… 正所謂人有相似吧 一定是我哥哥 是 我有一個跟我生得一模一樣 穿衣服又跟蹤我老大 馬生哥哥 是 是 千屎 真的嗎? 是呀 橙色衣服這個呢? 馬生弟弟 警告你們 要麼立刻賠錢 不然就立刻報警 我們這些良好市民 有什麼可以自己解決 現在就無謂浪費警力, 是嗎? 是呀… 一起過去看看 看看你的車怎麼搞… 以為規矩, 來… 怎麼搞 來…看看怎麼搞 割得這麼快, 你不要去噴三件 連拆連裝, 一皮吧 一皮? 一萬多千, 過眼雲煙 少數目而已… 錢包在車上 上車拿給你錢 你也說好就行了 小千證 那個靚仔這樣走過去, 浪費了 怎麼樣?這段是信頭信腦 那就好了 大小子, 我等了你很久了 沒問題 各位, 不好意思 今天有多人來看我 所以你們再等一會 不如這樣吧, 你們找我的工作人員 下載了神算子的應用程式 你們想說選購什麼產品呢? 神君扮神仙? 可以替你… 弄你一個… 神算子, 其實我是中叔派 是嗎? 他說你會有一個破解之法給他 原來你是中叔的人 你早點發聲 你把錦囊交給馬王就行了, 就這樣 媽媽, 想讓這件事洗走我嗎? 你說什麼? 神算子, 其實我有點事想求你 什麼事? 我婆婆嫌我沒有兒子生 我很辛苦搞大了自己的肚子 但是怕是女兒 他說如果是女兒 就叫我老公娶別人 幫他生兒子 你可不可以幫我算一下 我肚子裡的那個是不是兒子? 那便容易, 你跟我去… 來吧, 保留我… 來吧, 保留我… 好, 搞定 我會把單單醫給你 怎麼樣… 沒有, 我替你問過神明 他說你一定生兒子 真的? 真的?我肚子裡的那個真的是兒子嗎? 我肯定是兒子 我肯定你是神棍 我根本還沒結婚 又不是婚了, 又沒有男朋友 怎麼是有兒子呢? 那就是騙人了 走吧, 你們騙人的 你挺有趣的 人家幫你算了會生兒子 你還罵人嗎? 你哪位?你幫著了 我剛才聽到神算子說你一定會生兒子 就沒有說你現在懷著兒子 大家評評一下你 剛才神算子有沒有說他現在這一刻 懷著兒子? 玩捉字失? 別你這麼幼稚 你自己說的 你沒有男朋友, 沒有老公 就是成女了 我想你還是等了太久 發難差, 想打佔你 你說什麼? 神算子很紳士 難道大庭廣眾說你是成女嗎? 然後又算到你將來有兒子了 就說你一定會生兒子 反過來, 似乎是你捉人自失 好, 如果他不是神棍 我再給你一件事 看看你又準不準 好 你馬上送他一程, 危險 什麼?你這樣看一眼就知道你幾歲 猜到我幾歲? 好, 就跟你賭一局 身分證我擺在這裡 如果他猜中的話, 我跟他說對不起 如果你猜錯, 我就找我拆你的招牌 我就跟你打一局 你一定說對不起 我說對不起 你如果真的看著, 我要離開 你現在看起 你一定會不去 我跟我自己的心愛 我對手 我以為你一直是失敗的 我心想要教我 你然後又有愛 我心想要教你 不准可停下 行到絕領懸崖 無人知情